大家好,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352期视频消息,请进行介绍新闻 上周第348期节目的第二个话题,独工女分析了所谓的一氧化碳生产蛋白质的技术,认为科技日报的新闻跳过了关键工序,做了夸大报道 实际的技术突破远远不如9月份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重要 评论的热评里面有观众赞同你的观点,但也往往会把两个技术相提并论 独工,你能再给观众分析一下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技术吗 这个技术最核心的突破是在生物体外打通了合成淀粉的技术链条 虽然整个生产链还要依赖于生物酶,但是生产链完全在活细胞之外进行,绕过了低效率的光合作用 给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食品提供了可能性 自然界的光合作用分成光反应和暗反应两部分 光反应是液氯素吸收太阳能的能量分解水 再用ATP这一类高能化合物储存能量 然后是暗反应,消耗高能化合物,把二氧化碳变成含有6个碳原子的葡萄糖 再用淀粉酶的聚合作用把葡萄糖变成淀粉 这个过程非常精密,但并不是智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界漫长进化的结果 每个链条都对之前的生物体结构做出了妥协 所以要经过60多个步骤才能造出淀粉 转化阳光的最高效率只有2% 人类一直就想跳过光合反应,直接用能量来制造淀粉 1828年,德国人用无极物合成了8个原子的有机物,尿素 之后就有人开始考虑合成更复杂,也更接近于食物的有机物 比如说直接制造淀粉 19世纪中后期,巴特勒夫反应做到了甲醛制造碳6杂糖 但还没有办法形成葡萄糖 20世纪,人类实现了金属催化机制甲醛 勉强算是完成了合成淀粉的前半段基础粒 1992年,人类用阿尔法淀粉煤把麦芽糖基浮聚合成质量淀粉提供物 2013年,人类进一步做到了煤催化聚合质量淀粉 合成淀粉的后半段基础粒也有形状 但从葡萄糖开始的简单有机物到复杂有机物的过程 始终不能在活细胞之外完成 所以在中科院9月份的突破之前 合成淀粉的产业链始终是一座缺少腰部的断桥 这次中科院的突破有四个方面的亮点 首先当然是利用生物酶完成了合成淀粉的腰部技术 从甲醛开始做出了6磷酸葡萄糖 然后再用葡萄糖合成了淀粉 在活细胞之外完成了合成链铛 其次,前面提到 自然界通过光合反应完成淀粉生产 需要60多个步骤 所以效率低 这次中科院团队研究了来自于动物植物微生物的 31个不同物种的62个生物酶催化剂 理解了每一种催化剂的功能 然后重新设计了10种酶催化剂 逐步把一个碳原子的甲醇 变成了三个碳的二腔级饼铜 进一步变成了六个碳的磷酸葡萄糖 最终合成了淀粉 减少催化剂种类 这就意味着提高效率 第三,质链淀粉的结构 比质链淀粉要复杂 中科院团队重新设计了聚合酶催化剂 直接生产了质链淀粉 顺取依次进行反应 而是设计出了四个酶反应器 把过程相关联的酶集中到一起进行反应 节约了50%的12枚用链 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因为绕过了自然进化的技术弯路 人工合成淀粉链条 利用太阳能的能量效率 理论上可以提高到7% 远远高于自然界的2%上限 而且合成速度更高 是玉米自然形成淀粉效率的8.5倍 我们似乎看到了工业生产 直接取代农业的希望 从实验室技术到工业化生产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在解决技术可行性之后 唯一的问题就是成本 具体来说成本包含两大块 首先是基本原料和能源成本 按照中科院的技术路线 从二氧化碳开始制造5公斤甲醛 需要消耗1公斤的氢气 如果氢气的价格不能降低到甲醛的1五分之一 财务上肯定就不合理 现在每公斤甲醛的市价是1.6元 而加氢占的氢气价格是每公斤50元以上 就算在工厂内部生产之后直接使用 氢气也起码要每公斤20元 超出甲醛的价格不止5倍 再加上生产消耗的电力 直接从二氧化碳造甲醛肯定是不合算的 就算中科院的产业链能够走通 我们暂时还会用煤炭石油来生产甲醛 再用甲醛去做淀粉 第二部分成本就是制造10种收入煤脆化剂 完成产业链的后半段 收入煤一般来说都不便宜 但好消息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 价格可以不断下降 压缩催化剂的成本 从目前各方面的成本来看 中科院的方案距离实际投入生产 还有很远 还需要解决很多工程问题 才能彻底打败农业 那其他国家的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现在都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呢 人工合成淀粉 一直是各国化学实验室的重要目标 同样在今年9月份 美国NASA发出了二氧化氮转化挑战赛最高奖 中科大毕业 目前就职于加州伯克利的 美国科院院士杨培东 带领团队拿到了24万美元的奖金 他们用铜纳米粒子作为催化剂 和水中的二氧化碳发成了电化学反应 生产乙醇泉 然后他们利用巴特勒夫反应 把二氧化碳转化的甲醇和乙醇泉 变成了三碳糖到八碳糖 其中就包含葡萄糖 最后把这些糖喂给细菌 成功养大了一批生命 虽然杨培东团队的最终产物是葡萄糖 不是淀粉 但这也算从另一个方向 延长了原有的淀粉生产链条 只需要加上聚合酶 他们也能够从二氧化碳开始生产淀粉 只是他们是给美国航天局做项目 目标不是在地球上生产食品 所以不能够考虑带来一个工厂 制造十五酶催化剂 在造出了葡萄糖之后 他们还是回归到生物路线 用葡萄糖去喂细菌 生产更复杂的游击物 比较两条技术路线 中科院的技术更适合地球 利用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 降低能源成本 制造廉价的氢气 在收集火电站的二氧化碳 用食物煤来制造食品 这肯定比灌溉农业更节约土地和水 干旱的沙漠地区或许会最先考虑使用 而美国人的方案 可以利用以二氧化碳为主体的金星火星大气 通过车间生产和生物转化来接力 提供人工食物 希望未来两种技术方案 都能够帮助人类扩大生存空间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些 和往期内容相关的资讯 今年夏天 北方普遍发生了洪水灾害 北方水灾的关注点集中在河南 河南水灾最受关注的是郑州 而郑州水灾的焦点是地铁水烟事故 第309期节目 我做了一个计算 郑州水灾造成了292人死亡 信用郊县占了184人 如果算死亡率的话 市区人口多 死亡率只有10万分之1.5 郊区是市区的4到6倍 所以如果有限的捐款和防灾投入都集中到大城市 把改进地铁防洪水平当成首要的任务 这说明我们在最安全的地方 投入了最多的改造资金 体制有问题 最近财新网做了一个统计 今年夏天到秋天的水灾 为河南洪灾捐款的人次 比山西陕西两省合计还多了5倍 河南拿到的捐款数量是15亿 是山西陕西两省合计的24倍 但是很显然 洪水的灾害力度没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 就是郑州地铁事件激发了媒体的报道热情 这说明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 信息传播都高度依赖于大城市居民的共情心理 然后才会有足够的慈善捐款 如果指望这份情感去应付灾难 肯定会产生严重的资源错配 所以最好的救灾模式 就是国家依法收税 居民依法纳税 真的资源不足了 就要做法律程序加税 洪水最后和其他的社会慈善机构 归根结底都是向城市居民贩卖满足感的心理辅导机构 不能指望他们解决核心问题 而这一系列自然灾害和捐款的关系 再次证明了我55期节目的观点 慈善组织就应该保持民间身份 自娱自乐 坚决反对国家插手慈善活动 不能让公务员平调去管红十字会 这等于用国家的信誉 去提高慈善组织的名气 最终会拖累整个社会的救灾效率 还伤害了政府形象 上一期节目 351期主要的内容是核电和中国的核燃料安全问题 当时我提到 德国决定明年彻底放弃核电 现有的核电站按照法律只能再运行几个月 为了弥补电力缺口 德国大量从周边国家买电 其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法国的核电站 11月9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宣布 为了确保能源独立性并履行减排的承诺 法国将重新开始建设核电站 法国是全世界最依赖于核电的大国 曾经有80%的电力来自于核电站 但是2015年 法国也曾经反自己的核电 准备把核电比例从75%降低到50% 左翼领导人梅朗雄甚至宣布 2030年要彻底废除核电 现在看来形势比人强 核电站也许让人担心 但是没电的日子更可怕 所以马克龙选择在退一旧核电站的同时 开发新型核反应队 建立更安全的核电能力 同样是11月9日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宣布 因为寒潮南下 山东半岛上的海洋式核电余热公转机组 提前6天启动 给全市公转 海洋式因此成为了全国唯一公转 不增加碳排放量的城市 这个核电站投入使用之后 海洋式的公转收费 每平方米降低了一块钱 现在海洋核电站正在研究 6000万平方米的下一阶段供热项目 预计要覆盖直径130公里内的居民 以后青岛和烟台郊区的居民 也能享受廉价的核电转气 上一期节目还提到 虽然中国现在很依赖于进口油矿 但是本土的生产能力正在快速上升 目前也在世界排名前几位的油矿生产大国 都有中资企业投资的矿山 资源安全度很高 11月10日 中广核又业发展公司 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 共同投资的核燃料组件工厂 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投产 以后中国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厂生产的燃料棒 放到本国的核电站发电 另外11月5日 国家能源局正式给秦山核电厂一号机组 发放了延续运行电力业务许可证 有效期延长到2041年12月15日 30岁的秦山核电站还要再工作20年 这个秦山核电站附近有中国最好的核电博物馆 投资上亿 对公众开放 观众们如果去浙江嘉行市旅游 可以把秦山核电科技馆当作一个旅游打卡地 我在节目里经常提社会化抚养概念 很多观众也因此会把类似话题 转发给睡前消息编辑部 上周 湖南永州孩子和狗同住的视频新闻评论区 我们的ID被观众挨到了几十次 这个新闻后续调查显示 孩子的父亲靠减废品和清理垃圾卫生 基本上自食其力 只是缺乏基本的卫生习惯 他带了一个精神病女人回家 靠政府资助5万元改造了房子 然后生了两个孩子 经常把婴儿带到河边 用河水来冲洗 这个案例从反面证明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穷 也不是阶级固化 恰恰是完全放弃了阶级上升的穷人 有幸就追求高生育率 但如果不搞说话抚养和政府指导下的计划生育 只是给家庭发补贴 这种生育对孩子对社会来说都是灾难 现在当地政府的主要干预方式 是对父亲进行批评教育 说以后再这样带孩子就取消监护权 但是很明显 这个家庭完全没有能力让孩子健康成长 如果连现在的情况 政府都不愿意承担直接带走孩子的责任 国家就算有能力刺激生育率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观众密集向我们推送 就是成都小学生在20层高楼阳台之间跳跃的视频 这个新闻本质上 就是社会和家庭都不给孩子 提供客游活动机会 所以孩子只能自己去探索周围的空间 当然我小时候同龄人基本都是这么长大的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的楼 也没有拍视频的手机 爬山摔死和游泳淹死的孩子没有人在意 相比之下 现在的家长起码能用手机拴住孩子 结果最多是严重近视和游戏上瘾 降低了车祸和从楼上摔下来的概率 极少数被拍到去楼顶玩的 那就成了大新闻 从这些新闻背景看 我一直提倡政府把客游活动管起来是对的 今年我也的确看到了各地政府 全面推行客游托管政策的新闻 这是一个值得表扬的进步 但是从大多数地方的实践来看 政府并没有为这个新任务 安排足够的经费和人员 而是把政策公布之后 就在现有的体制内挖掘潜力 比如说我儿子在苏州姑苏区读书 应该算是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最宽裕的县区之一 按理说这里搞客游托管应该是质量最高的 但从实践来看 因为大多数孩子留在学校 既没有足够的运动空间 放学后的活动也完全变成了留校写作业上自习 原来少数人自发留校打篮球的机会反而被取消了 体育活动时间大幅度下降 这让我很不满 这说明只包含善意和考号的政策毫无意义 政府如果真的重视未成年人成长 同时希望节约家长的精力 就必须老老实实承认 延长学生留校时间是一件需要花钱的大事 必须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 增加导班的教师数量才能看到正面效果 如果没钱 那就老老实实加税 别指望天上掉馅饼 10月19日 新的体育法草案已经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 里面明确规定 每个学生每天都要保证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我希望人大要记住 代议制机构首先管的不是口号 而是钱 体育法想保证学生的运动时间 就要说清楚钱从哪里来 要说清楚没有钱是谁的责任 钱到位了 事情没有办好 又是谁的责任 否则天天看着违法事件没有人管 法律的权威性就会受到影响 说起受化抚养 上周还有个新闻 法国的调查报告显示 1950年到2020年期间 3000个天主教神职人员 对21.6万儿童进行了性侵犯 而且这还是一个很保守的计算数据 法国很早就不太是教权国家了 一百多年前 法国就宣布彻底政教脱钩 建设一个完全基于世俗化法律的社会 这样的国家 天主教会能对儿童为所欲为 原因就是家长把自己对孩子的无限世俗权利 临时授予给教会 法国只有10%的成年人定期参加天主教活动 但是这些人都会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去参加活动 让教会临时管理并教育孩子 同时家长告诉孩子 无条件信任神父 所以调查教会的犯罪 就像在中国送虐待儿童的家长进监狱一样难 无论是虐待还是侵害孩子 都很容易被掩盖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不能无条件信任家庭教育的例子 只有接受公开监管 而且权力有限的机构才值得信任 无条件的权威和道德制高点一定会制造犯罪 中国现在基本不允许父母带着子女去清真寺 但是在中东部的小城镇和农村 爷爷奶奶带着留守儿童参加基督教会活动 还是普遍现象 我在西岩住的时候 也经常看到清真寺开设宗教幼儿园 用免费教育来制造下一代的信徒 国家如果不能提供免费的高质量学前教育 给未成年人提供游戏空间 家长肯定会给自己的子女寻找安全且免费的托管机构 更普遍的问题是家长送子女去国学班 大多数用暴力虐待未成年人的借王瘾学校 都会给自己安一个国学教育的名义 在山东杨永信的电行培训班上 弟子归有类似于圣经的地位 前几年经常上新闻热点的豫章书院 无论是找政府报备还是对家长宣传 都说自己是国学培训班 2019年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微信公众号 曾经专门分析过吉林四平市育昆国学实验学校 这所学校有接近30个教学班 小学每天6节文化课 三节国学课 初中高中每天7节文化课 两节国学课 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十种经典 弟子归 千字文 三字经 校经 易经 论语 孟子 中庸大学 道德经 同时还有校医专门传授中医知识 当时育昆国学实验学校出名 是因为有个学生生病了 校内擅长中医的保健医生给家长推荐一个老中医 家长带着孩子坐了两天火车去河南重码店 找到了老中医 这位老中医倒是很理智 说我治不了 还是送医院吧 结果耽误时间 孩子没有救过来 这起案例是典型的家长和学校合谋 以国学信仰的名义 玩死了一个中华人民国高公民 但是学校到现在没有关闭 家长也没有坐牢 在网上查 今年4月25日 教师招聘网还在刊登 育昆国学实验学校的招聘引示 要新增39个教师 这就是我提倡国家搞社会化抚养 全社会依法监管的原因 绝对不能让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为所欲为 另外说起中医 上周中国农业大学在新闻上宣传 2020年重新开设的中兽医本科专业 用中医理论给动物看病 我觉得这倒是很好的一个科学实验机会 因为人类做医疗实验还有伦理问题 动物死了就死了 做任何实验都只是花钱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鼓励中国农业大学广泛开展实验 对得了同类病的动物随机分组 选出一部分做纯中医治疗 看看疗效如何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乐观的结果 最后大家都应该看到前天的新闻了 人民银行首次单独发布月度房屋贷款数据 向全社会喊话 让大家都知道 10月份增加了房贷3481亿 比9月份多增加了1013亿 而房贷总量还在加速度提升 各地也纷纷传出了房贷放宽的信号 这说明 虽然房地产税的细则还没有出来 但是大家买涨不买跌 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已经受到了严重冲击 进而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体系 已经习惯于房地产筹码不断增加 围绕着金融筹码来组织生产 提供就业 一旦部分筹码不能涨价兑现 短期内就会有难以接受的失业 以及地方政府破产危机 国家不得不暂时继续放水 给这些筹码订更高的价格 房地产绑架经济的例子 就摆在我们眼前 但是从长期来看 控制的房子不提升任何生产能力 又增加贷款刺激的房地产投资是假投资 房地产绑架经济越严重 我们就应该期待房产税早点来 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 如果有的地方 房产税也做不出稳定的收入 这说明地方政府规模和投资的需求 本来就过剩 应该合并行政计划 减少行政人员数量 靠赌博抄码来驱动的经济 拖得越久麻烦就越大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热心观众对本期节目 技术细节做出的指导 352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周日再见